大家好,我是Gun 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SMUE 这个是雪州政府 在2009年所推出的一个圆柱 经 是让一些老年人 跟一些 肾脏人士 或残疾人士 播放的一些圆柱经 只是在雪狼的州 那么 如果说你有申请 已经申请了之后呢 他大概每一年 如果没有错的话 每一年他都会有给 一些圆柱 比如说礼券 让 大家去买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么要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 你会拿到这个圆柱 这个礼券呢 那个网址我会放在这个链 你就在这个网站那里 你就 放进 或者 key in 你家人 的那个什么 然后你按SAMAR 按了之后呢 他就会跑出这一个啦 Status for Mohanan 你就会在这边找到 他的那个资料 包括 如果 你们 会不会拿到这个 够礼 这个是 当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 亲人 可以拿到的这个 佛礼啦 那么这个 SMEUE呢 就是这个热令人士的 或者OPU的这个圆柱经呢 他是 要怎么申请呢 第一个 你必须是大马公民 就是 然后你必须要满60岁 或者以上 第三就是 在 就是本地人 就是雪阳州的本地人 和吉隆坡出生的本地人 就是他们在1974年2月1日之前出生的公民 他们都有可以拿到这个圆柱经 然后或者是说 其他州属的人士 在雪阳州定居了超过15年 他们也可以去申请这个圆柱经啦 然后 身脏人士或者是残疾人士呢 OKU呢 他必须是 他必须是 已经注册公 称为选民 然后他必须要满21岁或者以上 然后第四呢 就是 目前呢 仍然定居在雪阳俄州 他的身份证IC 的住家的地址呢 必须是有雪阳俄州的地址 然后第五就是说 啊 热定人士 或者是那个人 当事人 他们已经是注册为选民 啊 啊 像我所说的 身 啊 OKU呢 他们必须要念满21岁 或者以上 才能够有这个福利 这个圆柱经呢 他是 可以让一些热定人士 啊 拿到一些离购旅券 啊 万一如果当事人他不幸去世的话 会员的家属 啊 就是至勤啦 他们可以获得500块的辅助金 啊 辅恤金 或者我们所说的啊 啊 薄金或者是 福建人叫白金 啊 啊 2021年1月1日开始 啊 啊 不幸去世的会 福会员或者是热定人士 或者是OKU 家属呢 就必须在6个月的限期时间 去申请这个辅恤金 啊 如果过了这个6个月 限期之后呢 他们就没办法再去拿申请 或者是拿到这个辅恤金 啊 时间呢 是从 啊 当事人或者是 当当事人 啊 去世的日期开始算起6个月 那怎么得到这个福利呢 就是 啊 第一 你们必须要 注册成为选民 啊 你们可以在 啊 邮政局 Post Malaysia 或者是你们可以去上网 啊 申请都可以 但是 我认为 在Post Malaysia申请会比较容易啦 你们必须是小任何州 或者是吉隆坡出生的公民 啊 或者是说你在 你在 你是从外递过来的 但是 你在 雪狼的州 已经定居超过15年 然后地址 必须是 目前人在 啊 定居在 啊 雪狼的州 当你们已经成为 已经 已经成功 注册为选民了之后呢 你们在 你们在 雪马干本文地 就是在这个 啊 本文地 sbr.gov.my 这里呢 你们去 啊 啊 放进 你打进去你们的那个身份证号码啊 你的家人的身份证号码之后呢 你们就会看到 当地的那个 就是议会 啊 是议会在哪里 是哪一个区 在哪一个区 啊 那么你过后呢 你就在 这个 啊 这里呢 你去注册 smue 然后注册了之后呢 啊 你们就可以去 刚才我说这个网站啊 去 去查看到底 啊 你们 会不会拿到这个 啊 购物理捐啊 啊 或者是 如果当事人网生呢 啊 加速 可以拿到这个啊 这个 复税金 啊 然后呢 真情呢 就是 啊 你家最至亲的家人 至亲的家人就是说 比如说 你的父亲 啊 比如说你 你父亲 啊 已经 年满60岁了 啊 或者母亲年满60岁了 啊 父母 啊 父亲母 或者母亲 然后公公爷爷 啊 啊 孩子啊 啊 丈夫 啊 老婆 啊 老婆 老婆 妻子 哥哥姐姐或者弟弟都可以申请 如果说 以上这些都不是呢 比如说 或者其他人呢 他们就必须在 这个显示馆那里做顺巴 就是 做了之后呢 他们才能够去申请 这个服势金 服势金 那么以下就是 那么以下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福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